哈喽宝宝们 今天接着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要讲的是 连续剧《潜伏》中的原型 是谁呢 先卖个关子 先不说 前几年就是蝶章剧很火 像松红磊姚成主演的《潜伏》 包括蝶章剧的电影《风声》 包括像吴秀波主演的《黎明之前》 这些蝶章剧 我基本都看了差不多有十几部 我觉得这三部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第一是演员演技到位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呢 就是说他拍的比较真实 这个也是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是演员出身 我知道是观众 我自己又可以当一个观众 又是当一个演员 我可以了解怎样子的一个剧 观众才会觉得好 那么最首要的是真实 就是观众看了这个片 他又能信得过 如果观众不信你 觉得这个虫脆活面烂造 那就评分肯定不会很高 你看那个亮剑拍了两版 李云龙版的跟后面那一版的 李云龙版的 你看语言都不用说 你看那个服装 都穿的脏兮兮的 破破烂烂的 就很真实 包括脸上脏兮兮的 这就很真实的 再现了那个打仗的年代 是吧 后面又有一半这个亮剑 哇塞 穿的一成不染 还穿裙子的 高跟鞋的 什么头发 还用发胶梳的 这不扯淡吗 这是 则上的这个里面 当然亮剑 新老亮剑的这个演员 演技都没得说 问题出在哪 出在导演身上 就是一个优质的导演 可以促成一部剧 也可以毁掉一部剧 因为很明摆着 远都不用说 就是说亮剑二的 这个服装 服化 它是不合格的 没有基于历史 是吧 谁天天打着仗 还弄得摩斯 然后脸上还化的妆 是吧 还穿的那么干干净 打着仗也弄得干干净净 没用心做 没有基于历史史实 那这个扯远了 咱们接着来说 就是说 潜伏这个剧 松红雷演的 真的是到位 里面呢 都是老戏骨 那么今天咱们要讲的 就是这个潜伏里面的 原型是谁 历史上 真的有没有这个人 也不能说有 也不能说没有 但是在我党历史上 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他的经历 跟松红雷是相当的近的 这个人呢 就是吴时 他也是一个革命烈士 吴时呢 他是最早是在 宝定军官学校读书的 像宝定军官学校啊 他是提供了 就是国民党内 很多的这种 将军级的这种军官 都是从这个学校 毕业出来的 我还是重申那句话 任何一个将军 不是说一出生就有多大的背景 多大的势力 都是从一个平头老百姓 通过读书 读军校 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你看很多是读 宝定陆军学院的 或者是黄埔军校的 也叫陆军军官学院 就是说都是从这些军校毕业的 然后走上从军的这个队伍 慢慢的发展壮大的 那么吴时从这个宝定陆军 宝定军官学院毕业之后呢 他是被宝送去了日本 日本同时同样是读的军事 那他的学习成绩是非常优异的 日本回来之后呢 他就是进了 当然他也 他这个时候是 还是国民党的人 而且他信奉三民主义 在国民党内做事 但是呢 是倾向于做文职工作 因为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好嘛 回来当教官啊 这一类的 其实呢 吴时这个人 他是非常想上战场的 后来呢 就是在白崇喜的推进下呢 他当到一个 参谋总长的一个职位 参谋长的一个职位 战区参谋长 这个职位 其实已经很高了 但是在这个 打仗的过程中啊 包括他就是 对国民党 其实越来越不满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国民党内呢 不像咱们共产党这边是 咱们这边的是 从上到下 基本上是铁桶一块 就上面的命令 下面都能完美的 去执行 国民党呢 是山头林立 各怀想法 你比如说是 各个派系 比如说 远的比如说 白崇喜 李宗仁这一派 跟蒋介石这一派 有的时候就 从对水火步 蒋介石下的命令 这边 完全就不一定听 有的时候 两边互相顶撞 电话里面 互相就骂开始了 谁也不听谁的 所以说 比如要打仗 国民党的 比如说A部队 被党包围了 好 蒋介石命令 BCD三个部队 去解救 那BCD就想了 我去解救 我冲在最前面 那么共产党 要先打我 我还是慢一点 让C先冲 那C也有这个想法 让D先冲 D也有这个想法 好 来来回回 都畏缩不前 好 这时候呢 被包围的A 就被咱国党给消灭了 很明摆的例子的 就是孟良古战役 那个张领复 不是就这样子 被消灭了吗 几支解围的部队 畏缩不前 都保存自己的实力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吴时 对国民党内的 这些风气 非常的不满 不满呢 就是觉得很迷茫 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的一个老朋友 20年的老朋友 也姓吴 跟他见了一面 见了一面呢 就是其实这个 他这老朋友姓吴 这个呢 其实也早 早已加入 秘密的加入我党 秘密加入共产党的部队 然后呢 就是通过 他俩的这个交谈 其实呢 吴时就慢慢的 心呢 就倾向于革命 倾向于我党 后来呢 就是秘密加入我党 成为我党的一个地下党员 然后呢 吴时的这个作用呢 就冲锋发挥出来了 就是呢 在国共这个 共产党 照列反攻的时候 到了渡江战役的时候 吴时呢 因为是他在国民党党的高层内 他提供了一份那个情报呢 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他一个人呢 能顶得上几个师 你知道他提供了什么情报 他提供了国民党的江防图 就是说国民党 在长江一线 哪个地方是设置多少兵 他精确到团的这个级别 有多少人 几个团 在哪里守着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党对他们的那些江防都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就大大的节省了 就是说 我 我们的这个伤亡嘛 所以说他这个人的这个作用 是非常大的 那么后来呢 就是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呢 蒋介石就想让吴时跟着一起去 其实吴时当时可以 就是功成身退就留下来 但是呢 为了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就跟着蒋介石一起去了台湾 去了台湾之后呢 因为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后呢 因为他的大陆的根据地就没有了嘛 他就退到台湾去 退到台湾去之后 他也总结了他的失败的教训 那么他到了台湾之后 再也没有其他退路了 那么他必须把台湾都经营好 所以呢 就严格封锁 白色恐怖 就是让残酷的迫害我党的这些地下的人士 虽然当时呢 就是这个情报很难传得出去 所以呢 我党就派一个人叫朱峰 从香港就去台湾 以探亲的名义 去跟这个吴石来接触 这个吴石在台湾的这个级别是非常高的 是中将军衔 是国防部参谋次长 就是国防部长 下面的一个人 参谋次长 就是 对这个吴石呢 就成为国民党国防部的二号人物 那么他的这个工作职位的话 对提供情报就非常大的便利 所以呢 那么我党派那个朱峰过去跟他接触 然后呢 源源不断的把这个情报给输送回来 当时我党在那个台湾呢 有一个姓蔡的 蔡孝乾 他呢 是我党在那边的一个情报的负责人 后来呢 这个朱峰呢 就暴露了 暴露了呢 他想离开台湾 那么要离开台湾的话 他必须有通行证 因为当时国民党呢 在台湾的这个通行把控非常严格 朱峰没有办法呢 就是请求这个吴时 因为他是国防部的次长 他给开一个通行证 是在全台湾有效的 就他给朱峰开了个通行证 但这个时候呢 国民党特工呢 就把蔡小潜给抓了 然后很快就把蔡小潜抓了之后呢 他是在台湾我党的 这个地下工作的负责人 他就很快供出了这个朱峰 然后呢 又供出了这个 谁 吴时 供出来之后呢 这个 特务就搜查那个吴时家里面 吴时这个时候一看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后来呢 吴时呢 就应允就义 但是呢 吴时 现在网上有吴时的这个就义时候照片 他是笑着的 看一下 就是这一张 他是笑着的 而且呢 他写了一首诗 就是 印象中 我忘了完整的是怎么一首诗了 反正是其中有一句 他应该只是活了56岁 56年 就像一场梦一样 想不到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但是呢 我的赤胆中心是天日可见 所以说是 咱们今天的这个胜利啊 真的离不开老一辈的这些革命家 抛头颅 洒热血才能换得我们今天这个胜利 所以说呢 应该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呀 应该多拍一些这样的电影电视剧 来怀念这些为我们的今天幸福生活 而抛头颅 洒热血的人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